大家好,这里是综艺茶室 接上一期视频 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郑商堂的非子孝 这款茶呢是6300元一斤 一炮是88元 88元是7克装 所以折价就是6300元左右一斤 跟上次炮金居梅一样 这一次我们炮郑商堂非子孝 我们也要对比一下 我们家的非子孝跟郑商堂的非子孝 我们就到3.5克 留3.5克下次自己喝 看一下条形 这一款就是郑商堂的非子孝 这个红茶呢比较粗 因为是同目光的红茶 可能是老树的 所以他们条形比较粗 这款呢就是我们家的非子孝 我们条形是走那种细长的条形 然后我们这个是带一点点牙头的 为什么我们的颜色不均匀呢 比如说这些牙头 还有一些旁边的那种小叶片 因为我们这种是带一牙一叶的 倒入废水 两款同时倒入同样的水温 同样的水量 郑商堂的茶叶 他们做的都比较传统 发酵就比较到位 或者说是发酵都偏重一点 这一款呢就是郑商堂的 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非子孝 条形的话 他们这一款是偏粗一点 我们这一款是偏嫩一点 偏细一点 这个非常的明显啊 我们发酵呢偏轻一点 为什么会偏轻一点 我们就是为了把花香果香 还有这种红茶的这本味给做出来 发酵偏足呢就是口感比较单一一点 我个人是喜欢发酵轻一点 这样子它的层次感会偏丰富一点 先来喝一下郑商堂的非子孝 哇 这好好喝啊 这个真的好好喝 这个我喝第一口都快感动哭了 这个真的好好喝 哇 它这个很柔很柔 有点像什么 像喝温的牛奶那种 入口那种绵柔的感觉 这个真的跟昨天的郑商堂金峻梅一个天一个地 那个金峻梅我都 我都不想说话了喝那个金峻梅 但是它的非子孝真的好喝啊 我第一次喝到品牌茶会感觉这么好喝啊 然后我再来喝一下我们家的非子孝 哇 我们家非子孝也不错哎 是我今天的口感 口感升华了吗 还是我今天喝到什么茶都好喝 我们家金 我们家 非子孝也很好喝啊 但是棉柔感绝对是没有郑商堂这个 非子孝棉柔感没有它强的 郑商堂非子孝这款闻进去呢 我感觉啊 是有一点点奶香 它这种奶香又不像那种新鲜的牛奶那种奶香 反正带一点那种意境吧 我感觉有一点点的奶香 再来试一下第二泡 很多人问我泡红茶要几秒 水的温度是多少 其实95度也可以 100度也可以 主要是看茶汤的颜色出来了没有 只要它这个颜色达到你要求的颜色 或者是你认为好喝的那种茶汤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出水 比如说啊 我认为这个茶汤的颜色适合我的口感 所以我就可以出水了 如果我觉得这口感太淡了 那颜色再泡深一点 如果我觉得太浓了 颜色再泡淡一点就可以了 真的 品牌茶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 你看做的很鲜活 虽然我们家也很鲜活 但是他们颜色做的很漂亮 第二泡茶 哇 它这个茶不知道是品种的原因 还是还是它工艺的原因 可能是它原材料的原因吧 或者是它同目观的红茶 那种高海拔那种高山韵的原因 真的很绵柔 而且一口露底啊 就是吞进去舍不得寒在嘴巴里就露底了 有点像吃猪八千吃人参果一样 就是舍不得寒在嘴巴里就吞下去了 你再来喝一下我们家的非子酵 我们家的非子酵呢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就是偏花香一点 然后它那种茶器没有那么厚 没有那么重 回甘也没有那么强烈 这个可能就是价位的差距吧 毕竟差十倍 十几倍啊 差十几倍 我们这个才小几百一斤 他们这个是六千三一斤啊 但是六千三要给人惊喜 这款茶是有给到我惊喜 不像昨天那个 那个金俊梅啊 那个郑三坦金俊梅 那个真的不是惊喜 那个是惊吓了 已经有惊吓到我这么高的价位 所以还一般般一般般啊 咱们不敢多说 郑三坦的非子酵 你抛开价位不说啊 咱六千多一斤啊 真的很贵啊 如果你是土豪的话 或者是有钱人的话 我觉得买郑三坦的非子酵 比郑三坦的金俊梅要好喝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啊 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这款非子酵 它确实有跟别人的郑三小准 或者是别人的非子酵 有做出差异化 而且它这个差异化 是非常大的 你喝到第一泡 就能明显的感觉到 差异化是拉得非常大的 包括跟我们家的非子酵 我们也甘拜下风啊 但是价位确实 确实差距太大了 好了 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收藏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